詞曲 李宗盛 上次教到就是Source Coding 去做不定長度的碼的壓縮 這個部分應該大致上說明過了 就是說我們可以用Craft Inequality 各位還記得這個字 Craft Inequality 非常重要的一個對不定長度的編碼 基本上就是D的-Li次方小於等於1 這個不等式告訴我們不定長度的編碼 至少要Entropy有兩個證明方法 一個就是Craft最早用的Private Code的方法 另外一個可能就是我們提供的 利用Uniquely Decodable這個性質來證明的方法 基本上兩個都是稍微注意一下 你一看到3.3-2這個式子 你就知道這是Shannon的概念 Shannon的概念就是我們利用三個公設 觀察到我們任何一個自我訊息 Self Information 它的訊息量大概是Log 如果D是2以2為底的話 就是2的1除以機率 這個是利用三個公設所推導出來的唯一 可以符合預設的公設的函數 所以基本上Shannon的概念都是長度都要Log1除以機率 所以你看到3.3.2這個式子就知道大概是Shannon的概念 只要這樣一設計它基本上就符合Craft Equality 那只要符合Craft Equality 就存在一個Private Code 你可以用定義的馬長做得到 同學看這個好像很簡單 那我曾經有跟各位提到 其實Private Code稍微大一點 雖然這個Tree好像長得並不會很大 可是事實上它在實作上的複雜度其實是很高的 舉個例子來講 如果是英文字母26個 那這樣一個空格27個 你用Private Code設計 一次很好 多是兩個字母壓縮一次 就是27的平方 如果是三個字母做一次Private Code壓縮 你需要處理的範圍是27的三次方 這樣的一個Tree的設計 其實就變得相形的複雜 所以概念上是對的 可是實作上有它的困難度 可是我們知道 這是一個至少我們知道它的存在性 那未來如果說我們的實作的能力變強 或是有其他的想法加進來的話 那還是有辦法達到的 反過來其實這邊我們應該講過了 就是說根據那個選擇的馬長 我們知道平均馬的馬長呢 會小於等於負的log機率加1 這是那個選擇的概念 所以基本上你的平均馬長 就會是n倍的entropy加1 因為我們這個式子 這個等號呢 基本上是假設我們的source 是independent跟identity distributed 那我們大概上次這部分是講過的 那所以就證明了存在一個馬 今天開始是直接講範例 我們把概念講完了 然後我們看看shannon的概念 我們不要講26個字母那麼複雜 假定英文只有三個字母ABC 那經過長期的統計 記得我們講在實作的概念是 因為有些同學在學這個的時候 開始覺得這個是一個理論上 就這樣假設 我就這樣實作 其實不然你要把它跟實作串接在一起 實作上我們壓縮一個檔案 它絕對是一個很大的檔案 可能是4MB 可能是8MB 可能是1GB 我們要做壓縮 所以ABC會出現非常多次 所以這個0.8 0.1 0.1代表的是我們做長期的壓縮 在大數法則的前提之下 80%是A 10%是B 10%是C 所以做長期的壓縮底下 我們可以達到的一個系統效能 所以幾率是這樣來的 一定是大數 一定是重複實驗所產生的結果 理論上就告訴你 平均來講 Entropy告訴你是0.92 這個跟實作無關 記得Entropy這個量 跟實作一點關係都沒有 它是一個純數學的量 用數學的概念推導出來的 只是Shannon很厲害的把數學概念 串接到實作的操作上 他就設計了First Order Single Letter Encoding 假定譬如說我們A 全部映射到0 B映射到10 C映射到11 那這個實作就很簡單了 因為我們是每個字母單獨壓縮 所以我們很容易寫個程式來做 好 那這時候平均碼長就是0.8 會出現一個bit 0.2 會出現兩個bit 因為這兩個都是0.1 所以平均是1.2 這個碼呢 它的平均碼長1.2 可是Entropy是0.92 不是很接近 那我們說 Shannon告訴你說可以無限逼近 來看怎麼樣無限逼近 就是我們講的 兩個兩個串接 做一次 那你的複雜度就加倍了 第一個你自然要buffer 你要有個記憶體 一次存兩個 兩個存完之後 再來做mapping 那兩個的mapping 它的memory 那個function 就會稍微複雜一點 三個三個會更多 四個四個會更複雜 一般現在像英文字母做到四個四個 就已經複雜度是非常高的 27的四次方 那就已經幾乎很難寫成式了 同學可以試試看 那它的機率因為是independent 所以是個別的 我們假設對付的source 基本上是independent 雖然實作上 碰到的英文字母常常是dependent 好那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就設計一個碼 其實這是最好的碼 等一下會介紹怎麼樣設計這個碼 其實它這是一個Hoffman code 它已經被證實是最好的碼 設計完了之後呢 我們就去計算它的平均碼長 比如說AA 因為機率高嘛 你可以看到 Shannon的概念就告訴你說 機率高的就要短 機率低的就長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golden rule 而且是理論完整的 證實的這件事情 可以看到碼長比較長的 你就知道它機率一定比較低 所以平均碼長是0.96 因為我們是兩個兩個壓縮一次 算平均之後要除以二 我們比較的是 平均一個字母需要幾個bit 所以它就是0.96個bit 0.96就有壓縮了 因為原來從1.2降到0.96 可是還是應該可以再壓 因為我們知道entropy是0.92 這裡我們再看一下 驗證一下它大概等於0.92 對不對 小一等於0.92加上1分之1 這是我們最早的證明裡面 告訴你說可以怎麼樣逼近 n分之1逼近 那n現在是2 所以它一定是小於等於0.92 加上1分之1 那也對 0.92加上1分之1 是0.92加0.5 是1.42 所以0.96已經在兩個中間 怎麼樣再改善 就再加一倍了 ABC三個字母三個字母壓縮一次 就可以再把上界跟下界壓縮到 只差1分之1 那如果4個4個壓縮一次 你上界跟下界壓縮只差1分之1 那是Shannon的證明 如果n很大的時候 你就可以無限逼近entropy 而且沒有任何錯誤率 這邊我們講的是0 所以我們說 n增加的時候 平均碼長可以無限逼近entropy 但是你付出的代價就是複雜度 那曾經有同學問說 那我們看到這個結果 有沒有後續的研究 第一個問題 n分之1有沒有可能改善 你的上界好像太差了 我們做兩個兩個就變0.96 其實它比1.42差很多 所以就有人說 這個上界不是很好 所以我就告訴你上界不需要這麼大 那就後續有一些零零星星的一些研究 都是很好的 好那所以我們做一個定理的總結 Lossless這裡指的是完全沒有錯誤 所以不需要考慮錯誤率 因為0 然後不定長度的 那是source coding 那所以如果你現在是theory的code 為什麼我們要講theory 你說我們現在壓縮不都是binary嗎 其實不然 現在的確譬如說我們在CD的時候 那個大D是很大的 雖然我們呈現的是bit 可是大D可能是256 我一個字母是代表256 它是這樣子一個用很大的一個base 來壓縮 它有它其他的好處 所以我們講說 我們entropy呢 log的 在計算的時候 log也是以d為底 那這時候告訴你說 任何一個abs的要求 我們絕對存在一個壓縮的方法 而且是不定長度的 star代表它長度不一樣 可能是1可能是2可能是3 nth order代表的是我每n個壓縮一次 所以複雜度事實上很高 這時候我的平均碼長呢 我們叫做average code rate 一定可以做到 你比entropy加你要求ε 那n要夠大 這個也是Shannon的定理到後期 被實作的工程師來詬病 就是說它通常n都要很大 才能達到它的效能 不過至少這是一個新的觀念 理論上的證明 非常完整的證明 那n小的時候其實 就不見得可以任意達到ε converse比較難證 但是基本上就告訴你說 所有的uniquely decodable code 你的平均碼一定比entropy大 這怎麼證 用craft inequality就證完了 uniquely decodable 一定要符合craft inequality 只要符合craft inequality 就一定要大於entropy 這個證明怎麼證 還記得嗎 相減把log拿掉 用fundamental inequality 或log sum inequality 就做完了 這個converse證明就比較簡單 而且是沒有任何操作 因為是對所有的uniquely decodable code 都成立 那所以我們大概就是做一個總結 我們前面的證明都是證明iid 我的source事實上都是 每一個字母 我們說做壓縮已經是大數法則 我們這邊討論都不是 只有一次壓縮或兩次壓縮 我們是重複的很多的次壓縮 這個大數呢 基本上我們現在假設每個字母 是獨立的 可是實際上我們碰到的系統都不是獨立的 壓縮一本書 譬如說最常來用的就是 Alice in Wonderland 就是在做字母壓縮的 他們大家都會用那本書為基礎 來看你壓的看我壓的 誰壓縮的比較好 所以那個字母 VCD出現其實是dependent 大概他們去 Shannon在Cover的書上有一張 有介紹 然後Shannon對這個研究 後續做了一些論文 裡面就有研究說 到底我們真正的英文字母是 Markov是幾階 一般大概四階就夠了 不管怎麼樣都還是滿stationary 就是穩泰的 因為我們講話或是寫字 有一個規律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stationary source 那我們知道stationary source 其實它的entropy rate 平均每個字母需要幾個bit 是可以算的 而且有這個極限 你可以想像 如果是stationary source 壓縮極限 基本上就是entropy rate 那這邊我們附帶提一個小結果 後續有什麼研究 我們現在壓縮的quiterium 是平均碼長 平均碼長就是說 你每一個出現的機率乘上那個字母 它壓縮的碼長 對不對 這叫平均碼長 我們希望平均碼長越小越好 所以平均來講 我們就知道說它需要幾個bit 然後乘上我的字母個數 我就知道它需要多大的檔案 可是有時候我們其實 在實作的時候 不見得希望平均碼長 我們的成本可能不是 因為碼很長的時候 譬如一個進來 它的碼可能是26個bit 那你就要delay很久 才能做一個處理 我們的碼長如果是exponentially cost t乘上lxi 最好的壓縮在哪裡 就是說後續有一些類似的研究 你的成本呢 不見exponential是一個函數 那這個時候就會有其他研究 所以它為什麼叫entropy 其實它的形式跟物理的entropy不是很像 可是我們把它稱之為re-need entropy 是因為後來發現 如果你的成本事實上是exponential cost 你不需要碼太長 碼很長有penalty 有複雜度實作的penalty 這時候最好的壓縮極限就是re-need entropy 稍微提到一下 所以有些概念 我們之前的cost是線性的 碼長1 我的成本是1 碼長是2 成本是2 我們叫linear cost 那如果你是exponential cost 那麼你最好的壓縮碼 就不是我們剛剛介紹的碼 它太長的我們就不要 後續譬如說有各種不同型態 也就Jelenic Maclees等等 他們都有相關的研究 這個就是它的exponential cost的樣子 基本上它等效於我們這個形式 我把它取log除以t 它事實上是t乘上碼長 取log大者橫大小者橫小 所以我們要把它做到最小 那換成這個形式的原因是因為 它只要一取期望值 就是re-need entropy 把它那個形式調整而已 這個我們大概講到這裡 這是re-need entropy的形式 這個部分就是補充給各位做一個參考 它的形式也是一樣的 絕對存在一個比re-need entropy 多一點點的存在的 然後它不可能比re-need entropy好 所以這個是 那entropy的形式其實很多 我們有各種形態的entropy 前面有加上各種不同的人名 所以如果各位同學有興趣 搞不好你去做一個特殊的狀況的研究 那你就可以用你的名字 加上entropy 這個也不是不可能的 這樣的研究很多 我們現在介紹一個範例 一個一定要介紹的 叫Hoffmann Code Hoffmann Code基本上 它是用人名 Hoffmann 它事實上是MIT的一個學生 在MIT修課 那修課教的老師是Phanel 我們後面也會教他那個Shanen-Phanel Code 我們會告訴你它基本概念 他修課的時候 那個老師就在期中考的時候 他就說這個題目我解不出來 所以你們有同學解出來的話 就不用考期末考 只要分報告就好 我也可以把我現在做不出來的題目 交給各位 你們解得出來給我一份報告 你們就不用考試 我給你滿分 這沒有問題 Hoffmann那時候就覺得 要挑戰一下這個題目 然後就想了半天想不出來 想不出來就準備要好好讀書考試 就發現時間來不及了 後來突然靈機一動 就想到了這個方法 之前他們Shanen跟Phanel 為什麼想不出來 因為他們都用Top-Down的方法 壓縮用Top-Down的方法 從整個的系統觀來往下看 Hoffmann事實上是從Button-Up 或是說一般來講 我們一開始就找Sufficient and Necessary Condition 可是Hoffmann事實上找的是 Necessary Condition 如果它是最好的 責它會有什麼 同學會覺得說 這樣子的一個思維 一般你在做一個研究的時候 你一開始想說 什麼是What is optimal 你就直接去想這個問題 然後就一直想破頭 然後一直想要去找最好的 可是Hoffmann基本上的觀點是說 好那我們就換過來想 我放棄了 當你放掉的時候 你放掉那個執著 搞不好你就會有新的思維出來 他說好吧那我找不出來 那我就退而求其次 如果是一個最好的碼 則它會有什麼性質 這是另外一個思維 它找到這些Necessary Condition 當然沒有辦法去幫助它完全的界定最好的碼 可是慢慢的可以描繪出最好的碼的一個形式 因為Necessary Condition在很多時候會證明有用 是因為我們現在很多好的方法 是用Computer去找出來的 譬如說Sequence 好的Sequence 其實你用Computer可以找出來 可是那個Search Space通常非常的大 那怎麼樣去降低這Search Space呢 叫Necessary Condition 好的一定要符合這個性質 所以不符合這個性質的一定不好 所以我們在找的時候就把它排除 我有一些研究其實做類似的一個想法 找Necessary Condition 利用Necessary Condition去排除之後就發現 這個Necessary Condition 後來慢慢慢慢的就幫它把最好的勾勒出來 所以倒回來想 我們現在看到它這個Lamma 是Hoffman當學生的時候想出來 可是它的博士論文不是這一個 他做完了之後隔年1952年就發表了 1951年做出來 發表的時候他後來博士論文 因為他指導教授也不是Shannon 也不是Phanel 是另外一個老師 所以他做的是另外一個題目 那一畢業之後呢 MIT就把他留下來當教授 因為他發現這個人還蠻厲害的 就解了出 Shannon跟Phanel都解不出來的問題 你現在知道它的一個基本的概念 假定它是一個Optimal Code 已經是所有設計裡面最好的 我們現在不知道它長怎麼樣子 因為Shannon都解不出來 它一定是有個Mapid 知道它的Detribution 那我們說這個Detribution假如做Sorted 我們說P1大於等於P2大於等於P3大於等於Pm 那我們有M個字母要去做壓縮 我們要找最好的 那最好指的是平均馬長最小的 好那就是說第一個 他發現Nester肯這個好像還蠻好證明的 因為他發現他是個學生嘛 所以基本上他會從很簡單的數學去思維 所以重點是概念 就是說如果機率比較大的 馬長一定比較短 同學說這個不是很自然嘛 但是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厲害 他把它點出來 機率比較大的 我一定要給它比較短的馬長 那怎麼證明 如果這個違反呢 我一定不是Optimal Code 我們就Nester肯定 因為我就把它對調出來嘛 對 機率2分之2 我給的是跟機率1分之1 我這個給比較 機率比較大 但是我給比較長 是01 這是1 那這樣的一定不會是最好嘛 我可以把它兩個對調 它的平均馬長一定更小 就非常簡單的證明 所以這些證明沒有什麼特別 所以我們說觀念最重要 第一個大家可以接受 第二個他就反正學生嘛 他已經不想考試了 他不想考期末考 他要擠那個報告 所以就拼命想 他寫了一條可能還不夠 可能老師只會給他59分 還不能及格 所以他就想第二個 他說這個就有意思了 機率最小的兩個 他的馬長一定相等 機率最小這個可能別人 就沒有那麼直觀了 機率最小的兩個 symbol 所對應的馬長一定等長 那這個怎麼想出來的 他就想到說 我們知道任何的 uniquely decodable code 一定存在一個 preficent code 跟它效能完全一樣 所以其實我們要找最好的 找preficent code是夠的 我們只要設計preficent code 而preficent code有個基本特性 所有的preficent code都可以 在tree上表示出來 而且它一定是最後的樹葉 preficent code一定落在 它後面沒有了 所有的preficent code一定是 一個樹可以點出來 而且它一定是leave 所以第二個就很好證了 所以如果我們知道 第一個條件告訴你說 機率如果比較小一定比較長 機率最小的兩個一定是最長的 對不對一定是最長的 那最長的兩個如果不等長 假設這個是pm 這是pm-1 它比它長 它就單獨一個 因為它是樹葉 那所以它這邊 絕對不會有用 這個沒有備用 沒有備用 我就把這一段幹掉 對應到pm 我的平均馬長降低了 我可以降低 如果它單獨一個 在樹裡面它是單獨一個樹葉 旁邊都沒有備用 它一定不會是最好的 所以就導致第二個 因為我把它 我把那個樹葉幹掉 它會變成一個更好的馬 因為平均馬長會更低 少一段 所以這個是它用樹的結構 來產生necessary condition 很棒的一個觀察 第三個如果是最好的馬 它一定存在一種樹狀的設計 這兩個馬一定是兄弟 一定就是存在這裡 我們知道最好的設計馬 它的機率最低的兩個馬一定相等 那這個跟這個如果不是兄弟 我就把它移過來 我就把它移過來 所以一定存在 它不是說一定 它是說存在 因為我們現在它的目標 只是要找一個 一個最好的設計 所以你看到上面的一個字眼 let be an 這是an 同學可能對英文 有時候比較那麼敏感 後來寫科學論文的時候 對er跟the 事實上是非常的敏感的 我這邊寫er 就代表說它不是唯一的 存在 只要存在性就好了 那the 就代表它是唯一 所以如果你要寫得比較精確 就要知道這樣的一個差異性 所以存在一個剛好最長的兩個是兄弟 它利用這些觀察呢 基本上它就證明 我們這邊很簡單 各位同學可以自己看 其實就是我剛剛講的那些道理 那這個就是說 最長兩個馬如果不是兄弟的話 假定一個馬長比另外一個長 那它就是孤鳥 它就是孤鳥 因為它只有一個 所以它就可以把它幹掉一截 它還是prefiscal 所以它的平均馬長就更好 那最後一個就是你用換的 絕對是沒有問題 Hofman當學生的時候 就想到這三個觀察之後 最後終於想到了反證法 那我們並沒有提供那個證明 我們會在CT裡面給各位 基本上用一個很簡單的反證法 從學回去可以稍微想一想 既然人家Hofman都想得出來 他還是當學生 各位跟他的身分是差不多的 應該也想得出來 其實不難 基本上我已經給各位了反證法 他的方法找到的馬不是最好的 那麼就會怎麼樣 我們這邊有文字的陳述 告訴各位 Hofman Code 他是怎麼樣不用考期末考的 同學如果想要試試看 你說你想要我給你一個題目 然後你說你不想考期中考 還有兩個禮拜 你可以等一下下課來找我 我們也可以試試看 說不定你就會下一個Hofman 所以他說我們先把機率做sorting 我們利用這樣的一個概念 我們稍微講一下notation 它是利用把大的壓縮到小的 我們把這兩個機率最差的 symbol 合成一個新的 symbol 叫am-1-.m 然後呢會有個新的機率 就把這兩個最差的機率加在一起 如果我能找到比較小的size的最好的碼 那最新的就是把這個往後延伸 一個加0一個加1就可以了 網路上都找得到這個實作 Hofman的想法很簡單 假定你要我設計一個很大的碼 那你已經告訴我機率了 分別是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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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0.1 0.05 那我現在要找最好的分配的碼 我們知道最好的碼 基本上他把它做sorting 那他一定要符合這三個necessary conditions 所以他就把機率最差的兩個先加在一起 0.1加0.05變0.15 加完之後呢 我的壓縮的只要對付五個字母就可以了 那就變得比較簡單了 可是五個恐怕還有很多種設計 有點麻煩 我再把機率最低的兩個加在一起 變0.25 好剩四個 四個的設計可能還是有點複雜 我沒有唯一性 沒關係我再把機率最低的兩個加在一起 這時候任意選 所以0.25加0.25變0.5 剩三個 三個還是不夠好 所以我就把機率最低的兩個加在一起 是0.25 0.5變0.5 那0.5 0.5加起來就變1 所以他從button往上推 推完之後呢 他就發現第一件事情 推到某個層級的時候 我只剩下兩個字母 兩個字母的最好的壓縮碼是唯一的 沒有別的選擇 0或1 我要用最小的最少的字 bit來代表兩個可能 你就是一個用0一個用1 沒有別的可能 所以這時候最好的就唯一知道 不管機率是多少 即便不是0.5 0.5也是0或1 這時候他就說如果這個是最好的 然後我們又要符合這三個性質 你只有一個可能 你把這個往下推展的時候 把最差的那個一個加0 就10 一個加上11 這時候我三個的最好的碼也找到了 0 10 11是最好的 四個最好的碼呢 再從三個去推演 往下再推回來 11的話再往下加變110 11 完全符合他三個的 necessary condition 推回來之後再往上推再往上推 這個程式基本上不會太難寫 可是事實上有夠複雜的 你初始覺得這個程式不會很複雜 我們講說26個字母加一個space 27個 每四個壓縮一次是27的四次方 你寫寫看 你就會知道說這個執行起來也蠻久的 所以基本上我們設計完的時候 就可以得到其中一個 我們記得是an optimal 這個an要特別注意 這是其中一個最好的設計 它不是唯一的 之前介紹的所有的在範例裡面的最好設計 都是hoffman code 反正我們舉個例子 它的個數都很少 所以這個推演還蠻快的 是用手做就可以了 所以它就是利用這樣的一個演算法 它找到最好的設計 然後就不用考期末考 那所以我們做一個簡單的整理 第一個hoffman code 絕對不是唯一的 它不是唯一的最好的 你怎麼知道不是唯一的 平均碼長一樣就是最好的 所以很簡單 把0變1 1變0 1 1 0 01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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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 這個也是uniquely decodable 它也是平均碼長完全一樣 也是最好的 它絕對不是唯一的 別人可以這樣設計 別人可以這樣設計 另外一個你可以對調 順序對調 00變00 01變110 10變01 01 01變成011 先變後 後變先 0111 1111 這也是uniquely decodable 它也是最好的 那這個叫做suffix-free 我們剛剛講的前面是prefix-free code 後面就是suffix-free 如果說你要解的時候 要從後面解 然後又可以自由串接 那就是你把hoffman code reverse 就可以了 一個是inverse 一個是reverse 所以inverse也可以 reverse也可以 然後其實還有一個問題是tie 這四個的機率都一樣 都是0.25 那我們說只要找最差的機率 兩個去加 你加有很多方法 你可以把這兩個加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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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自由選 凡是碰到大家機率都一樣的時候 你選擇有很多 當然後續有人就做研究了 不同的選擇其實還是有不同的效果 平均碼長一樣 可是它的變異不一樣 就是它那個出來的最後 可能那個平均碼長 我們知道平均碼長是期望值的概念 那你有second moment 你有third moment 你有third moment 對不對 你是不是有些方法的選擇 可以讓你second moment比較低 然後在實作上 可能會有一些附帶的好處 所以也有人在做這些研究跟這些整理 這個是hoffman code 如果是你把它做一些interchange 或是service-free 都可以做 我有個work 是請一個學生做prefix 加上suffix code 也就是兩端都可以自由串接 那個在記憶體的存取裡面是有用的 怎麼樣去建立prefix-free 而且suffix-free的code 演算法也是可以去做一些修改 基本上就告訴你說 前面我們就證明了nth order的binary 的hoffman code 對stationary source 基本上你的平均碼長呢 會大於等於entropy rate 小於等於entropy rate 加n分之一 這個是我們知道的 non-binary的hoffman code 也有人做 non-binary後續 其實也是比較晚期的 可能20年以後吧 就是說它的tree呢就是譬如說我d等於3 或d等於4 那你畫出來的數 就是每個分支都是4個 那你的necessary condition就要改了 最後的姑娘呢 就絕對要滿滿的4個 我們知道binary的話 最後我們說hoffman說不能有單獨一個的 不然我就把它幹掉 它會得到更好的滿 這時候你要知道說如果是d等於4的話 壓述到最後這4個都要填滿 那也因為這個樣子和我們的source呢 個數基本上必須要是modulard-1要於1 有時候譬如我壓縮26個字母 我壓縮26個字母加一個特殊字元是27 d選4好了 我四個 我每一個字元代表四種狀況 所以4-1等於3 那這時候它去modular modular3就於0 你就會產生姑娘 你用hoffman的方法壓縮就會產生姑娘 所以這時候你要怎麼做呢 就是加一個27加1 變28 那28會有一個字元呢 是沒有機率的 機率等於0 因為它不會出現 它是你家的domy 是為了讓這個數 在hoffman的設計底下 最後有一個結果 它的編碼是什麼 不會影響平均碼長 因為它機率是0 你必須要使得新的字元呢 它有這個性質 你才能做完hoffman code 就是如果有同學有興趣 想要做更進一步的思考 你就會發現 這個東西還是可以延續的 這種是有應用的 我說過在storage上 他們可能會用d等於256 會用這樣的一個思維 所以這邊有舉個例子 6的話 d等於3的話 是turnary code turnary code turnary code 也許我們壓縮用正1-10 再做壓縮 我們的準位 我們會用三位階 我們叫做三階碼 有人有用三階碼 在做資料的存取 那你的x呢 你會多加一個假的字元 來做hoffman code 同學也會問說 有沒有generate hoffman code 就是說hoffman code 當初想的是平均碼長要最小 那如果我的成本不是平均碼長呢 是exponential cost呢 當然也可以做 所以這個時候你條件就要改 你就不是加機率了 是加cost 你還是做hoffman code 你可以想像非常簡單 所以第一個想到的就很厲害 這都是一些後續的研究 就有人就慢慢的推演 同學也可以學一下 這個往外推演 就不是只有加機率 要加的是cost 要把最差的cost加在一起 然後再做一個小的 再加在一起 那整合到最小的話 就是它的編碼只有0跟1 這叫generate hoffman code 那這邊提供一些 just history給同學 他是1951年修這門課 然後教的叫Robert Phenol 我們等一下會介紹他的結果 Phenol inequality 各位都學過了 就是他的上課講義 他上課講義裡面導了 Phenol inequality 很容易證嘛 我可能也會考 我有給各位這個例題 就是相檢把log拿掉 就證完了 所以第一個講到的是非常厲害的 所以畢業之後 他就是在MIT當教授 Hofman code是一個學生做的 那老師也沒有閒著 Shannon跟Phenol 那時候已經是MIT的教授 Alias也是MIT的教授 他們就合在一起 做了一個Shannon-Phenol Alias code 當然不是最好的 但是事實上 平均碼碼也不會太差 Hofman是最好的 這個很重要 Hofman code呢 永遠符合 這個Craft Equality 那你說 當然呢 因為它是Uniquely Decorable Code 重點在這裡 最好的設計 Hofman 他一定是Craft Equality 等號成立 這可以證明的 很容易證 同學回去想一想 不會很難 但是就是說你有這觀察 為什麼 也就是說 什麼時候Craft Equality 會變等號 我每一個數頁全部都是我的Cold 這個也是Previs code 00 01 10 110 這是Previs code 四個字元 每四個字元去做壓縮 可是它對於Craft Equality 它等號不會成立 它是絕對小於 所以什麼時候等號成立 我曾經問過同學這個問題 就是我是Full Tree 這叫Full 滿的 我所有的數頁都拿來用 後來可以觀察到好的設計 一定不會有人很孤單 這個社會是很和諧的 每個人都會有人陪伴跟照顧 就是好的設計 這樣記得嗎 因為很多時候重要的是這個觀念 好的設計它是Full Tree 所以如果你今天碰到一個人 設計完了的時候 你發現他有落單的Cold War 你就是他不是最好的設計 所以它是Craft Equality with Equality 等號成立 同時Cold Tree是Saturate 我們這個東西叫Saturate 滿滿的一個數 為什麼要講這個呢 因為Shenon-Phenon-Alias Code 有落單 Shenon-Phenon-Alias Code 會落單 所以它的Craft Equality 會絕對小於 它不是最好的 我們來介紹 Shenon-Phenon-Alias Code之前 我們稍微講一下它的歷史 這個名稱是錯的 就跟我們的之前 Stein-Lema一樣 Stein-Lema Stein說他沒有做這個Lema 可是大家都把他的功勞給他 是因為一個Reviewer 隨便講了一句話 事實上應該叫Shenon-Phenon-Alias Code 才對 Shenon-Phenon-Alias Code Alias說 他沒有做這個東西 他根本沒有參與 這不是他的東西 大家以為Alias有參與 所以事實上應該叫Shenon-Phenon-Code Shenon-Alias自己講的 當時會有這個名稱可能是Alias 因為他們是同事 所以可能有聊天 然後Alias可能 可能在某些場合有轉述 Shenon跟Phenon的Idea 後來就以為Alias 他們三個一起做的 當然這個名稱就用很久了 慢慢慢慢大家都會知道 這個叫Shenon-Phenon-Code 可是叫Shenon-Phenon-Code 又有點混淆 因為事實上有另外一個Shenon-Phenon-Code 他們做了好幾個版本 另外一個版本叫Shenon-Phenon-Code 我們等一下還會稍微介紹一個版本 叫Phenon-Code 那是Phenon自己單獨做的一個版本 其實你會發現都很像 只有些微的差距 因為當時大家都在找好的設計 所以我們現在介紹就是說 後來俗稱的 Shenon-Phenon-Edea-Code 怎麼設計 Not Guarantee 它是排序的 就是說如果我在做壓縮之前 要先做Sorting 它是額外的複雜度 它不做Sorting 我不需要管A B C D E 哪個字母機率大 哪個字母出現的機率小 因為如果你要做這件事情 你要做Sorting 你要先把整本書 先做Sorting 對不對 因為你要去把這本書 去看一下A B C出現的機率 所以你要掃一遍 掃完之後 你才知道機率之後 還要做排序 對 這是額外的複雜度 就是說記得這件事情 Shenon-Phenon-Code 是要做Sorting 後來他們就發現這個版本 不用做Sorting 所以它有實作上的優點 就不用管它英文字母 哪個機率高哪個機率 我就直接做了 那基本上做的時候 它需要兩個輔助的函數 其實它是一個 Cumulated Distribution Fund CDF 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我把每個字母的機率 加在一起 凡是比X 我有排序 比X小加在一起 那這個是絕對小於 但是我把它加二分之一 所以這個bar 是稍微小一點點 我們等一下會說明 為什麼要這樣做 一般的書上都只告訴你步驟 它沒有告訴你背後的道理 其實每個設計背後都有直觀的道理 我們先舉一個例子 那你可以看到會比較清楚 假定我現在四個字母 機率分別是0.1 0.3 0.2 0.4 它沒有排序 我故意的 它不需要排序 既然不需要排序 我就故意的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就做一個CDF 碰到第一個之後機率是0.1 碰到第二個的時候 機率是0.1加0.3 要累積嘛 所以是0.4 碰到第三個的時候 還在累加0.2 所以是0.6 碰到第四個的時候 當然最後一定機率是1 他做第一個函數 他是用CDF 機率的方式 你要知道 Shannon是機率的專家 他什麼都用機率來想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跟 Shannon的思維 是完全不同的想法的設計的 凡是有 Shannon的 都是用機率去累加這種一個思維 那另外一個就是我們講的 紅色的部分 就是原來的CDF 再扣掉二分之一的 最後一個字母的機率 這個時候就是0.1扣一半 是0.05 這個的話是0.1 但是我不要加0.3 我加上0.15 加一半 所以是0.25 所以這個是0.4 但是我不要加全部 我加一半 變0.5 這個的話就是0.6 但我本來加0.4 可是我加一半 只加0.2 所以是0.8 他就做這兩個 那這時候他先怎麼做encoding 看起來非常工程 encoding就是說 我把比較小一點點的CDF呢 做成二進位的表示方式 我取幾個bit 取k等於log 1加上它發生的機率的導數 再加1 你看看這就是 Shannon的思維 凡是有Shannon設計的東西 他都會用到這個性質 就是馬長是機率的導數去log 因為他整個一貫的思維 你知道每個人都有他的慣性 所以你可以發現Shannon的work 都隱含著log 依取機率 它裡面都有類似的概念 所以這個是他一個出發點 為什麼他做不出hoven code 因為兩個人切入的角度不一樣 不見得是能力問題 剛好說看一個事情的觀點 不一樣的時候 就會引發完全不同的結果 都是很好的觀點 當我的長度定義的時候 我就把後面直接穿給掉 不要了 那這就是他的碼 這是encoder ABCD要對應哪幾個 我們來看範例 0.05變成二進位是0.00001 後面不要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取這個機率 0.1取導數 再取log2 大於他的最小整數加1 就是5 所以我就取5個bit 所以他的碼是00001 這個的碼的話 就是把0.25取二進位是010 結果算出來我們的碼長應該是3 所以基本上就取010 那下一個的話就是100 下一個就是110 是不是非常簡單 所以實作上可以做 你可以看到這個碼 你一畫 他絕對不是滿滿的一個數 他不是4.3 他都落單 所以他這個碼就不好 他不是最好 但是我們能守百分之百不好 因為他的設計還是 asymptotically 是好的 所以這是他的概念 平均碼長大概是3.4 那他可以證明他比entropy 加兩個bit要差 如果你有做sorting 我們等一下會知道他的sorting的版本的話 他就會變成平均碼長是比entropy加1要好 他這個複雜度 encoding做完了 那我們做decoding decoding怎麼decode呢 你看到這個 接收到一串的0101 這時候你在做decoding的時候 你不要去畫這個數了 你去比較他的cdf 傳送端跟接收端都可以去算這個cdf 這個fx 黑色的這個線 最小的element 使得這個幾率 使得這個幾率比我們剛剛的coord 把它帶點C1 C2到CK 比他大的就是他的decoding的結果 這是他的decode的一個做法 那所以他基本上是用curve fitting的方式 我們叫做curve fitting的方式做decoding 我們現在要給各位一個證明 他事實上 他不會有decode錯誤的情況發生 假定我們用這個notation代表的是 我把它做二進位的表示 然後把dk個bit以下全部切掉 那還有幾個重點 他要證明說 我絕對不會解碼錯誤 第一個重點就是 這兩個一定差距是2的k次方分之一 因為我從dk個bit去切 他絕對會比他小 我們知道說 另外一個就是k是怎麼選的 他就是幾率的導數取log2加1 以這個式子 你就可以完全知道2分之一 2的k次方分之一一定小於2分之1px 這是故意取的 我們先講這一段 這一段其實是非常重要 這個是很聰明的設計 我們稍微講一下他為什麼要這樣設計 首先他這個碼是一個previous code 這也可以證明 什麼叫previous code 沒有任何一個碼是另外一個碼的前置 那他怎麼保證這件事情 就是取這個2分之一 因為我們舉個例子來講 如果這個碼 這個3的這個碼 是4的這個碼的前置的話 代表的是如果這個 它是它的prefix 那就是0.1000 這時候第四個碼前面一定要一樣 對一樣才是previous 所以說後面會加一個XXX 可是這個不可能會發生 我這個碼會加一個2的k次方分之一 你看我這裡會加一個2k次方分之一 才會到下一個碼的後面 所以我這時候一定會至少加一個1 才會接後面 所以我前面一定會改變 所以我從前面買歸到下面的時候 我前一個碼絕對不會維持不變 我這邊是0.010 我要跳到下一個去編碼的時候 我前面010不會維持一樣 我跳這個2k分之一的話 我會至少加一個1 所以下一個碼的前面至少會改變 那所以它是一個prefix code 它這個設計裡面 有一些細節是為了這個道理 理解到這個道理 你就知道它還是在tree上去做 解碼 所以這個性質是很重要的 它造成它是prefix code 沒有任何人的前面跟我一樣 做一個簡單的整理 0.xxx 另外一個碼不會是0.xxxx 不會有一個碼是0.xx 它的機率對應的是0.xxxx 前一個是0.xx 因為後面一定數字會比前面大 我們知道它是CDF是累積的 所以它後面會加一個2k分之1 它會跑到前面 還會再多加一點 事實上因為兩段 所以你這樣子是不是就看得出來 它的設計的概念 所以好像表面上直接 如果去看什麼實作 你並沒有理解到它背後 每一個細節的想法 怎麼樣造成它有什麼目的 所以我們這樣一看 你就非常清楚 它這個設計切一半是什麼道理 它就一定要切 那如果是你把它變成三階碼四階碼 你就知道要加多少了 是不是就很容易推載 這為什麼說我們要知其然 而且希望能夠知其所以然 很可惜的很多的書都不解釋這個事情 那肯定就是要慢慢自己憑經驗 或是憑它對它的了解去看出來 我們回過頭來講 Shannon Phenom Alias Co 它的Decodability 我們學到這裡你可以有一個感覺 就是說這些早期的設計 很多時候是先有想法再來設計 後來有很多的系統 它其實是用工程經驗示出來的 那就沒有想法 就比較可惜 就是說有長期的工程經驗累積 它能夠知道怎麼樣設計 感覺上可能會比較好 可是它不曉得為什麼 它也說不出來 這個事實上也有這樣的一個範例 可是事後我們應該要去想想看 為什麼那樣子的設計 其實是可以比較好的 這就是集成彈 彈生機 我們要能夠充分的了解 那早期他們這些學者在設計的時候 其實每個小動作一定都是想過的 比如說Necessary Condition 或是這邊它因為要做Private Code 所以刻意用一個二分之一的集聚 就是你看到這裡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小步驟 這邊加一個二分之一的集聚 這是重要的 它造成它一定是Private Code 那你就可以知道 每個小動作都有它小小的道理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知道 一個結果就是說 這個是我們說到的Code War Encoding是用FBar Troncate到第幾個bit 當作我們的Code War 所以這個是我們的Code War 那我們要證明的是什麼 這Code War呢一定會比Fx小 比Fx-1要大 所以它事實上就是 Decodability就完成了 因為我們在Decoding的時候 Decoding的步驟我們再看一下 檢測我們的CDFF使得第一個 可以符合我的Fx比我的Code War 所形成的Binary Truncation要大 那就是我的Decoder 那我們說它是真的符合這個條件 它是第一個 唯一的最好的第一個 絕對不會錯 因為這裡面的X都是一樣 Fx比我們的Code War 所形成的Binary Sequence要大 這絕對沒有問題 它是FBar的Troncation 可是你要證明它一定比Fx-1大 這個是Trivial By definition一定對 我們就是這樣Encode的 可是你要證明它比前面的Fx-1 一定多少大 看到就是說Fx-1 事實上是Fx-1加一個2k分之1 寫一個2k分之1 曾經我有問學生說 我請你寫一個作業 你把這個改成Ternary Code 你有辦法改 所以你懂了你就會改 其實蠻簡單的 你把它改成Quadricode 那那個極具要設多少 其實應該 如果你現在真的懂了 應該可以推算的出來 好 那假2k分之1-2k分之1 絕對是相等 然後加2分之1呢 2k分之1就是F bar 所以它基本上是F bar 再又減一個2k分之1 所以一定比它小 所以我們就完成了 所以那個極具是重要的 那個極具是刻意選的 所以它不是事後才去 事後諸葛去想出來的 所以它去這樣 但是這個設計其實不是很好 我們講不是很好 就是說跟其他的 比較起來的話 它的平均 它第一個它不是Saturate 它是很孤單的 其實你可以畫剛剛那個樹 非常孤單 每個都是孤孤單單的 因為它比較長 所以它事實上 平均碼長壓縮下來 會比entropy加兩個bit 還有大概是entropy加兩個bit 它平均是3.4 是蠻不好的 當然當我的size很大 譬如說我是26個字母 加一個是space 你去做壓縮的時候 它比entropy也許是很大的 就26平方 26三次方 一路加上去 那你這個一點點的2 可能就不是很多 因為將來就變成hxn加2 你n個bit n個 symbol壓縮一次 所以平均來講 你就只差n分之2 n分之2 所以n分之2 當n很大的時候 就不會差太多 這是我要講的 但是當n不是很大的時候 其實它的結果不是很好 因為它只能證明 平均碼長 就是它所設計的碼長 還記得shannon的概念就是 機率的導數除以log 他用三大公設自己導出來的東西 在很年輕的時候 還沒拿到博士論文之前 他就想到這件事情 9年之後才發表 所以基本上你就照算 就發現是entropy加2 然後我們剛剛已經告訴你 怎麼證明 因為那個急距造成 它絕對是previous code 接著我們介紹一個 另外一個版本 叫Phenol code 那當然叫Phenol code 代表Phenol自己做的 那我們文字 稍微請各位看一下 我們回來再看 我們先看它怎麼做 同學可以想想 它背後的思維 是不是跟shannon不一樣 我在基本上 你可以就看到 不同的出發點的思維 它基本上呢 Phenol code 基本上呢 機率的話就是 譬如說0.35 0.25 0.15 0.15 0.1 它把它做sorting 它先把它排序 排序之後呢 它的複雜度很高 它去找把它切成兩塊 這兩塊呢 事實上是 機率最接近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的分法 也就是我把它切成兩個group 這兩個group的機率的總和 都最接近二分之一 你可以有很多切法 但是我希望切的時候 它的機率兩邊最接近二分之一 所以這裡的話 右邊是0.7 左邊是0.4 0.4是0.6 那已經是最接近0.5的切法 所以切完之後就最接近一半 那這時候我先給它個0跟1 剩下的部分我們再切成兩塊 這兩塊也希望最接近一半的機率 最接近一半 所以左邊就0.35 0.25 右邊是0.15 跟0.25 因為0.15加0.1是0.25 是最接近一半的切法 好 那再給它0.1 然後這時候一直切 切到不能切為止 那這就是它的Phenol code 那你第一個直觀 它的複雜度其實蠻高的 因為它要不停的去檢查所有的組合 然後讓 那你可以看到 它用的思維跟Shenon不一樣 Shenon的思維是 馬長一定要幾率的導數去log 這邊的思維是什麼 我們有一句話 曾經跟各位講說 好的壓縮碼 它有一個特性 如果是一個Optimal code 它壓縮出來 絕對不能再被壓縮 什麼碼不能再被壓縮 0跟1的機率都是2分之1 2分之1 而且彼此是獨立的 Uniform 所以我壓縮完 要越接近uniform越好 有看到這個想法嗎 所以它事實上就是做這件事情 所以各位你可以想說 將來譬如說你要做一個壓縮 那不管是什麼目的 你希望它最後出來結果好的話 它要越像uniform越好 所以它從這個觀點出發 它不是從三大公社 Shannon三大公社的思維出發 它從輸出端出發 所以它基本上是告訴你說 我就要讓0跟1出現的機率 大概都是一半一半 在機率上 但機率高的 因為這邊每個的機率不一樣 所以它盡量切割 讓它機率都是一半一半 所以這樣的思維也可以用 也會設計一個不錯的馬 但是實作的複雜度 跟前面就不一樣 前面不需要做縮填 這個要做縮填 因為它不縮填的話 它可能效果不會很好 所以它做個縮填 然後你要去切 要去切 然後其實複雜度還不低 你可以試試看 就是說26個字母 如果我每4個字母壓縮一次 這個層次非常難寫 非常難寫 有點複雜 有時候Phenol Coal會變成 變成Shenon Phenol Coal 它其實它 我們把它稱為Phenol Coal 這邊把它稱為Phenol Coal是對的 因為它其實是Phenol的工作 Shenon Phenol Coal是指的 又是另外一個馬 我們等一下會介紹 會做Sorting的那個 是這個 其實 有人把它稱為Shenon Phenol Coal 但是又是另外一個版本 所以這個名稱有點混淆 因為當時大家都在做 然後都在互相合作都搞不清楚 會有這樣的一個範例 所以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Phenol Coal 就是先做Sorting 然後就去切割 切到1分之1、1分之1最接近 然後就開始Assign01 再切再切 切到最後 這是它的一個使作方法 那我們學的是它的想法 我覺得最重要的不是它的步驟 是它為什麼會衍生這樣的想法 那其實在後續很多研究 其實都有用到這樣的觀點 Shenon Phenol Coal有另外一個思維 就是我的馬長 剛剛設計的是加1 還記得嗎 剛剛設計的是那個每一個K 事實上是機率的導數取Log 取Sealing Function加1 剛剛的Shenon Phenol Alias Code 是這樣設計的 我現在把加1拿掉 它還是Previous Code 猜疑在哪裡 為什麼可以拿掉 因為如果說我們的Shymbol是Sorting過的 如果你做剛剛的步驟 但是你前面加個Sorting 你就可以把平均馬長每個都砍一根 那結果還是一樣 整個證明都是對的 但是你就會用到它是Sorting 所以說如果我願意做個Sorting 我可以把平均馬長降低一個bit 然後但是你會額外的付出一點點的複雜度 那不管怎麼樣 你都是要滿足Craft Equality 那我們知道它不是Saturate 所以它事實上等號不會成立 那這個是一些Historical Note 這邊就是我講說 Shenon Phenol Alias Code 事實上Alias說 他沒有做他沒有參與 所以基本上加他的名字 他覺得有點不好意思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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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